第二步做什麼呢 打開確定 裡面的話先把這個批次篩選這個 這個程序複製一下 然後我看貼到這邊好了 Enter一下 貼 然後呢因為兩個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把底線 加一個表單好了 其實當然你直接改也可以 只是說呢我怕到說你忘了 原來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的習慣一定會留下舊的 然後把新的貼上去 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把這個 先 加上一個新的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把這邊 改一下 這邊先改 不然等一下怕忘記了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到這個底下 加幾個東西 如果你忘記 總共應該有三行 PBValue等於0 然後PB最大值 所以如果你忘記放哪邊的話 請你往這邊看一下 就這張圖 在哪裡呢 FOR上面 跟NAS上面 分別加什麼 先歸零 那怎麼歸零 FOR上面 Enter兩下 第一個 PB 點 點就有了 其實就打一個 PB指的是那個控制項 那個元件 點Value 所以就打一個Value 等於0 意思是說 把裡面的東西先歸零 所以那個狀態 等於是沒有東西了 第二個的話呢 PB 點什麼呢 最大值 Max 等於什麼呢 R 減1 為什麼R減1呢 就這個清單 因為它 那個欄位 第一個不要 OK 這個沒問題吧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NAS上面 Enter一下 加上一個什麼 PB 它裡面 點Value 它的值 要隨著什麼呢 隨著I去改變 所以 I 減 1 好 大功告成 應該很簡單吧 本來其實很複雜的 我只是 把 不需要加的通通拿掉 OK應該沒問題吧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用 尤其是有一個狀態的感覺 其實如果你做得出這個效果出來的話 其實 會 感覺 專業許多啦 不過我講過 它是錦上添花的 沒有 不會影響 但有 感覺會更好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一次要到位好像很 不是 我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OK 按確定 沒問題 有沒有 產業別 按下去 也沒問題 只是好像這邊沒有 再拉過去一點點 感覺就更好 客戶名稱 不錯 只是好像兩邊的顏色有一點色差 不過這些都 吹毛求疵啦 如果說你希望怎麼樣呢 讓這個 顏色不要有色差的話 很簡單嘛 你就怎樣 再切到什麼呢 這個裡面 把它 怎麼樣 應該有個什麼 Big Big Color 或者是 那個Full Color之類的 反正你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自己再去找找看有沒有 相關的屬性 可以去做設定 如果沒有的話 很抱歉就沒辦法了 因為 這個控制項能夠設定的 全部都在這裡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 這些 可以去做變更呢 如果沒有的話 大概就是 或者他這邊有一些 相關的可以設定 是不是要3D 或平面的 我印象中 這邊有個平面 或3D 這個是平面的 平面感覺好像比較貼 服貼一點點 然後這個寬度可以再拉過來一點點 感覺會更OK 試一下 要不然還有個方法 就是說你不能變他你就變什麼 變錶單好了 比如說錶單的顏色 你可以不要是 你可以跟他配合一下好了 比如他本來是 黃的嘛 我看一下這樣 有沒有有沒有比較 比較接近一點點 有沒有 好像還差一點點 不過這個 這個永遠改不完了 所以有的時候你說 設計師每天都在做什麼 每天都是在調這些 細微的東西 反正就調到人家覺得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就對了 OK 試試看好了 重點 其實沒有很困難 記得 其實我發現這兩個畫面 應該就OK了 這個畫面 跟這個畫面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如何快速的 就是做一個什麼 一個進度的狀態 列 OK 這個應該 我覺得應該已經夠簡單了 兩個畫面 所以你只把這兩個畫面 收藏好 以後你要做一個 Prospa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簡單 那尤其是 你需要大量的 去轉檔 比如說像P4轉檔 比如說 你們的 資料裡面 大量的工作表 你要一次 全部性的 P4幫你轉換 成Excel檔 那這個時候 User就會等待 尤其是 或者是P4的 把大量的Excel檔 轉到 資料庫 去 或者是 P4下載什麼 東西 反正只要 P4的時候 你就需要給他弄一個什麼 狀態列 當然如果你不用狀態列 你也可以用那個Application.statusbar 有沒有 也可以啦 那這兩個東西 都叫做錦上添花 不做 沒差 做了 當然感覺會更OK啦 如果你是個人使用的時候 如果你一個人自己使用 那當然每家都 沒什麼關係 可是如果你是要 給 給別人使用的時候 我加一下 我覺得應該會 會更好